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昨天早上參加特邀香港人士界別協商會議時強調 中央處理香港問題時一國兩制方針50年不變 而且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心為香港好 他又表示只有堅持愛國者治港 才可以落實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 一國兩制是從國家、大國和香港實際提出 但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 不代替特區政府的管治 特區政府還要落實高度自治 在涉及香港發展、穩定、安全等重要方面 中央會及時提出指導性的意見 希望特區政府堅定執行 按照一國兩制將香港治理好 第二是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心為香港好 香港跟內地一奶同胞 全國人民熱愛香港 內地十四五個省市通過專班對香港進行援助 要人有人要物資有物資 中央對香港的關懷愛護 就是通過這些具體的事情 傳達到香港而不是凶喊口號 第三愛國愛港的力量要更積極有為 除了要做到五個善於 還要做到有懲懷、有價局、有擔當、有本領、有作為 希望大家在抗擊疫情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推動香港發展中 發揮重要的中堅作用 不要辜負中央和市民的期望 第四就是香港的發展是光明的 夏寶龍說最重要就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和內地的聯繫越來越緊密 大家要有堅定的信心 無論遇到什麼的困難 有中央的支持 有全體港人的共同努力 都會過去 風雨過後見彩虹 香港的發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鳳凰衛視記者陳素貞報導